婴儿的产品 婴儿的瓶子都应该是聚饼锡做 都应该是聚饼锡做 然后他婴儿的瓶子 很多上面还写了一句话 绝对不含BPA 那么BPA是个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就要讲了 我们7号产品登场的时候 就是讲到BPA的时候 BPA是什么 BPA是双分A 双分A是怎么来的 因为7号瓶子是聚碳酸质的瓶子 聚碳酸质在加热以后 或者不加热 加热以后会加速单体的生成 聚合物会解析生单体 双分A是非常有害的 双分A是非常有害的 就是说现在研究表明 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人体致癌 不光致癌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就Google一下BPA 你会看到有很多负面的对它的评价 然后这个PP呢 本身它不应该是含有BPA的 那么为什么它后面 瓶子后面写好了是聚丙锡做的 然后又写上了绝不含BPA呢 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那是商家的一种销售的策略 我认为是商家的一种销售策略 因为聚丙锡本身是不含双分A的 里面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双分A存在 所以它这句话如果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呢 是废话 但是对于那个家长来说 家长当然希望选过的瓶子是绝对的安全的 所以他希望看到这么一句话 不含BPA他就放心了 他就买了 但是呢 即使你看到一些婴儿瓶子上面 没有写这句话不含BPA 没有问题 只要它是那个聚丙锡做的PP 如果你看到的那个代号是5 代号的是那个4号 5号说错了 不好意思 5号聚丙锡做的 那就没有问题 那就基本上没有问题 除非里面有含有塑化剂 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那是另一个话题 如果商家写了绝对不含BPA 他也没写 绝对不含塑化剂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 这也是另一个话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那个巨碳酸纸的问题 巨碳酸纸的编号是7号 如果您看到有任何食品包装使用巨碳酸纸7号的话 这个食品包装绝对不那么矮 有很多人说 那既然有害 那为什么还要用巨碳酸纸来做瓶子呢 巨碳酸纸呢 就是我们以前使用过的我们一种瓶子 非常流行的一种瓶子 名字叫做太空杯 我们叫太空杯 是非常流行的这种巨碳酸纸 我现在手上没有 我现在手上没有 这种材料呢 它的机械性能非常的好 透明性也很好 而且呢 它的耐 而且非常耐高温 而且非常耐高温 但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它会解析出有毒的双分A BPA 它的双分A解析出来 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所以这个 巨碳酸纸已经在发达国家被禁止了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都明明禁止不能销售 巨碳酸纸的瓶子 而且巨碳酸纸的饮料瓶子 任何瓶子 任何喝水的杯子都是不能销售的 但是 但是 我前几天我在逛超市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瓶子 它被 我一摸这个瓶子 我发现它机械性能非常好 透明性非常好 我一摸这个瓶子 一摸它的质感 我就知道这个瓶子有问题 我 转过来 一看底部 它的号码是7 我就知道 这个饮料瓶子呢 是不应该销售的 它应该是被明明禁止的 然后我就报告给那个 商店的经理 我希望他已经处理掉了 我希望他已经处理掉了 这个是不应该 不应该放在那个超市那部销售的 而且那个超市是比较有名的 一些5G超市 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12345和7 6是那个 PS 一般来说是不用在那个瓶子材料上的 所以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 我们就说12345和7 唯一一个可以加热到100度以上的 唯一一个可以加热到100度 甚至170度的材料是什么呢 就是聚饼器的材料 就聚饼器的材料 唯一可以呈热水的塑料 而且你不用担心 会解析出有毒的东西的呢 就是聚饼器的塑料 它唯一一个可以加热的塑料瓶子 谢谢大家